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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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前 香港興起移民潮 熱門地是美加塘澳洲 時至今日 大家想將來在哪裡定居呢? 今集我們和一些由海外來港定居的人士 和香港居民談過 有日本人和非洲人 本來香港 希望在香港落地生根 同樣有香港的大專生 離鄉別井 移民海外讀書 我們一齊看看他們的故事 三個外國人眼中的香港是這樣的 MTR B-Man是尼日利亞人 十幾年前來香港結婚 現在以香港為家 做中非貿易生意 B-Man和Lewis是好朋友 他們兩個都除了香港人做太太 Lewis從事貿易生意 特別欣賞香港自由的營商環境 B-Man和Lewis B-Man是厚師 B-Man,還在香港接受教育 又學廣東話 還接觸非洲文化 B-Man的名字 B-Man和Funga B-Man和Funga B-Man的名字 B-Man和Funga B-Man的落地相關 B-Man和Funga B-Man B-Man和Funga B-Man和Funga 作為新移民 Louis覺得本地人對外國人都很包容 為了令香港人更了解非洲文化 Louis很積極去推廣 這一天Louis幫忙 搞慶祝非洲國慶日的活動 作為非洲人 Louis說已經習慣了香港的生活 除了Louis重B名 來自日本的崇江先生 也是香港為家 我自己本身沒有想過回去 我現在抱著的心態 回到日本 好像不是回到自己的國家 好像去日本旅行的心態 反過來 回來香港 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 崇江先生是發言師 來了香港三年多 選擇在香港工作 是貪這裡比日本的發展機會多 日本人的想法 全部都好像一樣 變成沒有其他東西 變成全部都好像是定了的 決定了的 我不是一直這樣做 我不是那麼喜歡這樣 所以才離開國家 講到會不會接父母來長住 崇江先生反而不想 如果是爸爸媽媽 或者親戚的話 離香港玩是沒問題的 至於是自己的小朋友 或者是朋友的話 我都會想叫他們來香港 香港本身當然是一個主要華人的社區 94%都是華人 其他的6%是外地人 包括一些外地的家庭用工 但是真的很多種不同的國籍的人士都在 用舊一些說法 即是中西匯水 也是一個挺兼容的社會 我覺得 700萬人的香港 有人要留 亦都有香港人選擇離開 諾欣12月去加拿大 繼續學業 我覺得香港漸漸都 有少少內地化了 已經不像我小時候熟悉的香港 我其實不太喜歡這個轉變 所以我會寧願去一個新的地方 諾欣說畢業之後會在當地找工 長住加拿大 他爸爸和媽媽都會移民 最大的目標是 其實我最想要的都是安穩的家 我覺得在香港找不到 所以我會決定去另一個地方 即是去加拿大找 已入籍加拿大 諾欣估計都要6至7年 要融入外國人的生活 他說會用在香港的經驗 貢獻當地社會 擔心他們會覺得我在佔據他們的學位 工作機會等等 首先我覺得學習文化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其次就是我覺得在社會裏 你都要作出適量的貢獻 移民亦都不是很容易 很容易是有個階層分別 低下階層的人有時很難去移民 因為很多國家都會希望你的移民 來到我們國家就不會構成一個婦女 所以譬如說 加拿大甚至其他西方已經發展了國家 移民的申請需要一個所謂的擔保人 你起碼要令到那個國家知道 你來到之後不會馬上去排隊 拿取所謂的社會福利 諾欣打算將來做多些義工 希望可以更容易融入加拿大社會 無論是移居外國還是定居香港 都需要與當地文化互相結合 才能夠擁有一個安樂窩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再見 先集再見 決再見 好